現在是日本時間的早上8點 那麼早在這裡做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香港人去日本都喜歡去大阪的黑門市場 或者東京的竹地市場吃海鮮 其實在大阪這裡還有一個木津市場的地方 同樣都有海鮮檔和餐廳 一起去看看吧 木津市場是大阪本地的一個大型批發市場 有賣肉類、海鮮、水果、雜貨等等 也有業務超市 主要都是做餐廳批發生意 但由於價錢便宜所以深受本地人歡迎 還要很近地鐵站 一出站走三分鐘就到 非常方便 香港人最愛的日本生果 這裡都找得到 價錢還要便宜香港近一半 例如晴皇提子 計算大約120港元就有加逆 走到肚餓當然要去吃海鮮 這裡的海鮮每天清晨就運到 夠新鮮 剛剛有很多不同的海鮮檔和水果檔都走過 然後我選了這間可以讓我馬上吃 五百元一隻 就是一個殼就有手掌那麼大 其實日本生蠔感覺上沒有吃法國蠔的 那種礦物味那麼重 吃下去都是有開水味和鮮甜的 而且真的很大隻 吃下去淡淡肉 而如果想坐下堂吃的話 木津市場外面還有很多餐廳 全部都供應當日最新鮮的食材 像這間一樣 早在1950年開業 現在已經傳到第三代了 煮大新鮮的魚生當飯 不少街坊都喜歡過來吃早餐 剛剛在木津市場外選了一間魚生飯店 叫了一個當飯 它本身有五種不同的魚生 另外我也追加了吞拿魚 剛剛在裡面吃完海鮮 其實出來這裡也有一個熱務用的超市 裡面的份量都很大 但也可以進去看看 這裡的東西全部都是很大 例如咖哩磚 咖哩磚業用咖哩磚是有1kg 平時那些可能只是這個尺寸 如果你家很喜歡煮咖哩 都可以來買一下 價錢真的很便宜 現在600日圓 600日圓是不是 都是三四十港幣 另外這裡有 香港人應該會經常買到 這個優比牌子的沙律醬 它是1kg 又是可以吃幾年的份量 這裏全部份量都非常誇張 雖然難些買回香港 但當開一下眼界 都算是另類的旅行體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